奧巴马总统 星期二将在国会参众委员发表例行的国情咨文 而与此同时 在法国查理周刊遭到恐怖分子的致命袭击之后 美欧各国近来都加强了安全警戒 比利时 德国 希腊等国都加大了反恐的力度 欧洲刑警组织的负责人温赖特说 现在和911时候不同 温赖特说 安保措施必须适应日益变化的恐怖威胁 各国政府 警方都做出了坚决回应 欧盟执法部门在研究如何更好的以各种方式协助反恐 互通情报信息 追踪恐怖资金的来源 非法武器的来源 尤其是网上的恐怖活动 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 他希望同有共和党控制的国会 在一系列问题上展开合作 包括美国国内的市政 以及国内和国际间的安全态势等等 奥巴马总统说 恐怖极端主义 无论是理念还是网络 以及招兵买马方面来讲 都呈现扩张的趋势 而且渗透了全球各地 这一问题带来了很多的悲剧和破坏 但是我们最终一定会将之击败 据认为 很多国家都有秘密隐藏的恐怖团伙 而且法国恐怖袭击事件有可能让世界各地的极端分子 更想要有所作为 对此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要问的 不是恐怖分子是否企图发动袭击 而是什么时候 什么地点发动袭击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